New Generation或者Young Generation 这样的一个概念 在过去这段时间 事实上我们有听到 那么是不是台湾社会 对这样子的一种 不只口号 而这样一种说法 想法有一定的想象空间 对 我想蔡主席宣布参选 青壮辈的党主席 投入这一次的选举 基本上我们应该正面的看待 这是台湾之府 也是民进党之府 也代表民进党里面的人才 还是相当多 那我觉得新世代的意义是 它能不能跟新时代来连结 那从我觉得说 蔡主席当然她在党内 目前这样子的布局 确实有整合到 相当多跨派系的 比较少壮派的这些 过去担任过政务官也好 幕僚也好的人 进入她的竞选团队 那在社会基础方面 怎么样去扩大 所谓非典型的这个政治领导者 就民进党传统比较 可能不是那么样的 支持民进党的像妇女 或者是像这个上班族 这一群我们就是要密切观察 因为这是在社会面 那基本上我觉得 蔡主席她基本上还是一个法律人 但是她过去跟我们看到的律师性格 比较不一样 她比较像法官 她就是比较听颂 所以她这几年的领导 我也感觉到就是相当的比较稳健 比较是因应各种的问题之后 然后她裁决出一个方向出来 那这样的一个平衡中在前进 我想在稳定性上面 大家大概可以看得到 在开创性上面 怎么样能够让大家看得很清楚 这是大家期待的 是你用听颂这两个字 那我也可以这么说 的确有很多人认为蔡英文不是那么会讲话 但是她在讲话听起来很爽 跟一般想象的 跟过去所接触到民进党文化不关 所以这个听起来也是听起来很爽 来 这不是只听起来很爽 也只能做起来很爽 只能说 还是只能看一支嘴也不行 那么我先跟我们这样说 其实蔡英文是民进党的意外 因为民进党在败选之后2008 其实那个时候几乎到了解体的那种临界点 怎么会跑出来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还参加过新世代 当然我也被邀请过新世代的一个 旧党的运动 要叫那个董 那时候没有人去跟董主席 没有人去重整败选后 民进党的这个愧君 所以努力过 但是那个时候蔡英文出来 出来的时候并不被看好 因为他跟民进党严谐 实在是几乎是等于零 那所以我真正被批评过 我说他是一个很好的学家 但是很深色的政客 他就是说在民进党 根本搞不懂民进党的文化 那这一段时间下来 事实上他还是很这个 对这种民进党文化还是有一点不太适应 这会不会是他能够把民进党救起来的原因 有可能啊 然后到了开始补选 开始跟国民党对决 这是一个传奇 所以大家觉得不可能的事情不断不断有出来 到现在他传了这个传真来 传了这个传真来 我们开始有期待 虽然说大家都有在猜 猜说他可能会选 但是这个就真的啦 所以开始有期待 那这个期待之后如何建构那个信心 恐怕是他还要再努力 我刚才可能是媒体帮他去整理出来这一群人 说这群人就是班底 恐怕这个是太担保啦 太担保啦 这个如果这四位是他的班底的话 那这次选举我看完蛋了 所以应该要再扩大 太担保 但是我相信后面一定有人来担保 不管怎么样 你说是